注意看 愤怒的博尔特竟然在韩国主场上做出了这样的手势 这是形容其他选手只有两厘米吗 可是造化弄人了 博尔特在比赛开始后就因为抢跑被罚下了场 因为国际田连在2010年就开始实施新政策 集运动员只要抢跑 就会被立刻取消资格 此次博尔特抢跑也意味着到手的冠军将要拱手相让了 而裁判自然也不会因为他是这个星球上最快的人而魄力改变规则 愤怒的阿凡达也只能无奈地垂打墙面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最后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金牌落入他人手中 这场比赛是来自2011年的大秋式锦赛男子百米决赛的现场 也是自新政策实施以来的第一场国际大赛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博尔特竟然能成为新归下的强跑第一人 随着胆跑霸主被罚下场后 所有人都对冠军有了想法 博尔特很谦虚 还一定要给其他选手一个获得市场赛 冠军的机会 其他气到的选手显得有些还没有做好准备 大家对冠军都有了想法 而殷商缺席比赛的泰森该依此时都恨不得直接传送到比赛现场 千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当所有人都以为本次的百米金牌将会被美国队收入囊中时 亚买加的布雷克战出来表示第一个不同意 能当博尔特的失地 实力也自然不容小觑 众所周知 亚买加非人辈出 场上只要有亚买加的选手在 其他选手就别想着打这块金牌的主意 比赛开始 在没有博尔特的百米决赛当中 吉姆克林森 出发之后出去第一位 布雷克 强行跳跃 小江布雷克圆梦成功 小江布雷克没有让布雷克失望 同样没有让一张不能出赛的阿萨巴鲍贝尔失望 保住了亚买加队的这枚金牌 最终这块百米决赛的金牌 也是被半路杀出的布雷克截了下来 作为博尔特的同门师弟 布雷克用一声去追赶博尔特 在博尔特罚下场的情况下 他还能力压各路高手 在逆风中以9秒92的成绩荣获桂冠 捍卫了亚买加荣誉的同时 也夺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 首次夺冠的布雷克非常开心 但未能与博尔特同台竞技甚是遗憾 不过在接下来的200米决赛中 愤怒的博尔特将重燃赛场 篮子200米决赛 即将开始 布雷克也是攒毒的劲儿 在百米决赛当中 在训练场上来打拼 保持好自己最好的状态 而这也是美国队绝望的开始 满血复活的博尔特将此前的怒火 都发泄在200米决赛中 碾压众人并不再放水 比赛开始 这次出发非常的稳健 布雷克在前面三步 启动加速仍然是非常的完美 在弯道进制道 布雷克要首先超越迪克斯 弯道进制道 布雷克进入到自己的加速状态 看看最后的冲刺阶段 迪克斯仍然没有放弃 布雷克最后的冲刺 四步之内有了挑战者 以19秒4的成绩强势夺冠 你以为这就完了 伯尔特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又来到4成100米的接力决赛上 继续带领亚买加队收割冠军 像是去进货的一样 这么愤怒的伯尔特你绝对没见过 他一概往日轻松惬意的跑法 在比赛中也没有打算放水 甚至在最后一刻都没有回头望远 全力冲陷 比赛开始 美国队和亚美加队的出发反应都是非常快 在快速加速速之后 看看第一棒的交接 亚美加队的交接棒有一些问题 弗拉特在接棒之后加速向前 这次在斯密达国举行的比赛真是太邪火了 前有博尔特强跑 后有刘翔被干扰 更戏剧化的是 美国队在对接最后一棒的时候 第三棒的帕顿直接化身无敌风火轮 在田径场上第一次尝试用滚的方式 想要打败亚美加队 只可惜技术还不够炉火纯青 这直接让第四棒的迪克斯处于非常尴尬的地步 连棒子都没摸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争夺冠军 有了这一次的惨痛经历 美国队表示再也不想来韩国比赛了 这里风水不好 有不少人说 身轻百战的博尔特强跑并不是意外 是因为他想要在这场比赛中 打破自己的世界记录 导致压枪失误被罚下场 这或许也是博尔特生涯中最大的遗憾吧 大家认为 如果博尔特没有强跑的话 他能否打破自己的记录 创造新的世界记录呢 好